面对司马南以及司马南粉丝们的围追堵截 为什么莫言没有站出来发过一次声 哪怕是一次出来正面回应一下也没有 我一开始可能还有一点迷惑 直到看到这位网友说的是吧 让我想到了 你想曹文轩到现在来讲是吧 依然保持着高度沉默 为什么呀 你批评我 你批评我的 我卖我的 我卖我的钱 各大平台也并没有说有任何人去下架曹文轩的书 而且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 就是最近的 这不该暑假了吗 还有老师也好 或者机构也好 推荐的书单里边有好几本都是曹文轩的 这才是他们莫言们的决胜密码 你可以讲 只要你去网上搜一下 只要现在莫言不回应 一旦有人去攻击莫言 或者有人说莫言哪块哪块做的不对 哪块哪块说的不好 莫言不用回应 莫言粉丝自动的上去 就攻击 自动自动上去 你又是刚才是十分钟以前有一个人评论我说 主播等你有莫言的水平时 你再来混混流量多看看真正有水平的评论家 你啥都不是看看你们这样的人真的可悲 这百分之百是莫言的粉丝对吧 而且这个还不算是恶意的评论 为什么呀 恶意的评论只有当我去翻到视频的下边 我去看那个点击被被屏蔽的评论的时候 我才能看到恶意的评论像这样的就比较友善了 现在只要莫言他不站出来 那么他的收销量就会嗖嗖嗖往上涨 但是一旦如果莫言出来 不管说他是支持司马兰也好 或者反对司马兰也好 只会露出更多的破绽 让人们更多的去深挖出来 他更深一层的东西 而现在我告诉你啊 莫言只要不出来 别人怎么挖 莫言粉丝都不会相信 这才是 你就这么说啊 脑残粉才是最大的韭菜 而且是自动生长 自动割 然后送到这个割韭菜的人的手里边打 莫言不需要全网去认同他 全网有一部分人就像我这种人 说他更狠 说得越狠 是吧 我从他的字里行间 我挑出来说哪块不好不对 是吧 写的不应该这样写 或者说你的颁奖词 只要我做的越强烈 那么莫言粉丝们就会反抗的越强烈 而更加带动的是什么呀 首先来讲莫言的流量啊 就就各种各样的流量都上来了 流量上来之后 对于莫言 你想啊 身价也能上来了 比如说去做个什么出场费什么的啊 你不要说流量为王这事不对啊 我告诉你非常有用 啊 然后呢 就是各种书的销量绝对是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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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莫言我估计应该是现在书的稿费来讲是大头吧 对吧 那像莫言粉丝如此的支持的话 莫言当然开心啊 怎么可能不开心呢 人家赚钱了 人家还不开心 然后还有很多人是吧 其实为什么反对莫言而去挺司马南 有些人还真就不是司马南的粉丝 但是他自动的站在了莫言的对立面 为什么呀 因为就像我群里边有个朋友说的是吧 他和莫言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同一个时代的人 他经历过呀 他他知道自己从小到大到底怎么长过来的 挨过饿是挨过饿 没有任何人否认 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六零后 或者说是五零后 小时候绝对挨过饿 这个你不承认挨过饿 你是不道德的 挨过饿 但是后来呢通过一系列的努力 到达了后来就是到改革开放到现在是吧 虽然说现在有人一直在抱怨社会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 社会意志是在往上走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当初我在北京的时候在那个哪儿 三里屯三里屯那个东西的那条街上 我接受过一次采访 真的接受过一次采访 那个接受的应该是哪国呀 应该是类似于 反正肯定不是美国 也说的不是英语 但是那翻译呢 说说这个中文倒是说的挺溜的 当时他就采访我 我估计应该随机的采访 要不他要不他不可能看上我啊 我他就问我说 你怎么看就是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 我特别清晰的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因为我们稳定的发展啊 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几十年的时间里边 没有出现大的变动 我们一直在发展 稳定下的发展 绝对就是造就今天中国一个最伟大的因素 然后后来就再说了两句就也结束了 这一点我也可以今天用来怼莫言的粉丝啊 我们的确啊 曾经挨过饿 但是我们的日子呢 越来越好啊 你去对比对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过的日子啊 你就知道现在虽然说这有些困难啊 的确出现了一些困难 但是社会觉得是往上往上走的 如果说你再往前倒数的话 比如说从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 是吧 你再去看看中国绝对是匆匆往上走的 而不是莫言笔下那个黑暗无助让人绝望的社会的 所以说吧 你这个对于莫言回应不回应这事来讲啊 莫言的粉丝是莫言绝对最关心的一个群体 因为是他能给带来钱呢 而相反啊 像我们这些反对莫言的人 或者说用我的话来讲反对莫言们的人 莫言们的文人们 怼莫言是吧 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去买莫言的书 大概率不会吧 也有可能某一天我真的是吧 那我再不开窍了 我去买一买 我去看一看 当然了他的书我一直在看 我先说一嘴 我是越看我越反对他 而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是吧 你没看过莫言的书 你就不能不能订价莫言 没有 我一直在看 反观是那些莫言的粉丝们 我告诉你绝对绝对没有看过莫言的书 但是他们会买 你懂吗 这一点是最可怕的 就是他们呢不看莫言的书 但是呢会为莫言花钱 会给莫言的书 创造更多的稿费 这点是我最佩服他们的 也是最佩服他们的